沒錯 選戰 藍綠攻防之戰 蔡英文現在要 所謂的大南方計畫 但是執政三年多 民眾到底有沒有趕 大家都能夠來心中有一把尺 韓國瑜昨天也有最新的說法 民進黨執政三年怎麼樣 沒有很好 一起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們的經濟完全不行 他是民進黨執政 希望能夠繼續獲得選票 怎麼辦 顧主權愛台灣 顧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要民進黨講 顧主權 完全是廢話空話 一個政黨只要執政 你的眼前永遠有三條路 讓你去選 英雄的路 一旦走了英雄的路 我們心中只有人民 沒有自己敵人 蕭雄的路 一切為自己大撈特撈 心中沒有人民 就像現在民進黨在三年半所為 完全是瀟雄的路對不對 對 英雄 狗雄 瀟雄 這立頓又出現了 是 尤其韓國瑜說 一旦走了英雄的路 心中就是人民沒有自己 但是民進黨怎麼樣 三年半所作所為 都是走瀟雄的路 一切為了自己 大撈特撈 心中沒有人民 這是韓國瑜的指控 兵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蔡英文也有說 大南方計畫 現在終於想起來了 是 人家說 有網友就講 說每一次一到選舉的時候 共產黨就來 真的 共產黨平常都不來 只有到選舉的時候就出現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民進黨每一次一到 選舉的緊要關頭 就在那邊喊雇主權愛台灣 奇怪了 台灣是只有這個時候 才需要愛的嗎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很愛台灣嗎 民進黨到底認為誰不愛台灣 什麼叫做愛台灣 這個價值是由民進黨來判定的嗎 那顧主權不是每一個政府 都要顧主權嗎 再來需要講 這叫基本好不好 這叫基本配備 你本來就要做這件事情 這幹嘛還要喊出來幹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這一切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操作 都是選舉的操作 而且民進黨這樣操作已經30年了 操作的煩不煩 可不可以有點新的 來一點會的好不好 不要每30年如一日 每年都喊同樣的事情 你們不會覺得自己很沒梗 想一個新的梗出來可以嗎 我必須說 韓國瑜講得非常的明確 就是你到底要做英雄 還是要做狗熊 很簡單 你身為一個政治家 人家選你出來 目的是幹嘛 全民托付給你 要你帶領台灣 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而不是每天就 販賣危機感 每天告訴我們說 國家快完蛋了 有人不愛台灣 然後老公快打過來了 每天都在講這些事情 你到底怎麼樣把台灣 帶到一個更安全的境地 你要告訴我們 你的破壞是什麼 韓國瑜講出來他的破壞 他要跟對岸維持一個 相對比較和諧一點的關係 我們不要直接正面衝突 這樣才能夠保持台灣的安全 然後才能夠讓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後才能夠讓人民能夠賺到錢 讓人民的生活安定 蔡英文呢 蔡英文告訴我們 過去這幾年 告訴我們一大堆東西 什麼新南向 什麼亂七八糟 結果新南向 到最後結果是什麼 到最後結果是 不但我們沒有辦法向南邊發展 我們沒有辦法欠任何貿易協力 反而是連泰國這種國家 都要要求我們要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我們以後才能夠去泰國 然後我們的政府居然不敢坑半生 平常不是對 中國大陸嗆聲嗆很厲害嗎 對泰國政府 政府怎麼一句話都不敢講 對泰國這種國家都敢瞧不起你 都要你三個月的財力證明 如果我是蔡英文政府 我會怎麼講 我從今天開始 你泰國人家六個月財力證明 才准來 就這麼簡單 我們免簽馬上取消 因為你不跟我們對等 我給你免簽 結果你要我三個月 你不但不給我免簽還加重 還要求更嚴格的資格限制 你泰國是什麼咖 然後我們的泰國的相關辦事人員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統政員人死到哪去了 然後管變引領女婿呢 為什麼還在那邊 怎麼沒有回來解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民進黨 他只是內鬥內行 對外一點折都沒有 看到美國看到日本 就除了當走狗完全沒折 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個謝長廷就每天 只會幫助日本 從來不幫助台灣人 這不都是這些人嗎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政府從頭到尾 在幹的就是狗熊的事情 每一個人只想賺自己的錢 每一個人都要悶聲大發財 對於民眾的權益從來不顧 然後出了事情全部推給別人 這就是民進黨在做 正在進行事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個狀況 台灣如果再讓民進黨 持續執政下去 那肯定是要完蛋的 因為這一群狗熊每天想著 就是自己賺錢 每天想著就是為自己 跟自己那一小撮人謀福利 整個台灣人放下去死 其實我老實講 民進黨最沒資格 去問誰愛台灣 因為民進黨最不愛台灣 民進黨愛的只有台灣的錢 所以之前我們聽到了 重北侵南這一句話 其實大部分是從民進黨人的 口中講出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南部的主要的指下是 通通市長都是民進黨的 這喊了那麼多年自己執政的 怎麼沒做呢 對 重北侵南 如果你以前這麼認為 那麼為什麼 當你執政三年半 都已經快要再選舉的時候 突然喊出了這麼一個 大南方計畫 昨天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站出來告訴我們 她認為台灣應該需要均衡發展 不能只有北部繁榮 南部也需要轉型發展 這個也跳出來了 這個是以前喊重北侵南 算很大聲的 前台南市長賴清德 也說了 對 我們應該要好好發展南台灣 但是問一下淑慧 為什麼過去南台灣 當他們所謂全面執政的時候 過去三年半怎麼沒想到 好好的發展大南方大發展 其實不只是過去三年半 我把幾個歷史講來 大家聽聽看就知道 從1998年到現在20年間 國民黨執政8年 就是馬政府8年 12年都是民進黨執政 到明年蔡英文520任期滿 民進黨執政12年 這是這20年來 台灣的執政權的輪替 好啦 我們來講 中部以南 雲 嘉 南 屏東 高雄 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一個政黨要負的責任比較大 我們先從嘉義來看好了 嘉義縣長從2001年到現在 甚至到2022年 通通是民進黨執政 通通是中間沒有中斷 2001年到現在 台南市也是一樣 從台南市也很久 從縣市合併都是民進黨 而且現在一席國民黨的立委 都沒有對不對 原台南縣 從1993年到縣市合併為止 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 好 原高雄市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執政20年 原高雄縣民進黨執政30年 屏東縣從1997年到現在 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 少折20年 多折30年 你們民進黨都睡著了嗎 蔡英文是前天被託夢嗎 突然發現說我又要縱南清北了嗎 是這樣子嗎 過去二三十年 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民進黨的兩任總統 民進黨的所有立法委員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通通睡著了嗎 是這樣嗎 一到了選舉 就要跟南部人來騙票 就要去騙說這是民主勝地 不能輸 要不然就說 我們自己人要選自己的政黨 全部不是訴諸感情 就是訴諸恐嚇 到現在還訴諸欠就感 高雄人對不起台灣 因為你們沒有選我們民進黨 是這樣子嗎 如果雲 雲寧嘉義以南 大家覺得這二三十年 發展得不好的話 我說真的 要站出來一排道歉了 全部都是你們民進黨 從縣市首長 到立法委員 到陳水扁 到蔡英文 不要怪別人 通通都是你們執政 所以今天蔡英文 你好意思說 我覺得中部與南的朋友 都不好意思聽了 沒錯 這個選舉到了 剛剛特別講說 民進黨在選前28天 今天27天 28天的時候 拋出所謂的大南方計畫 大家都好奇 為什麼你走不提 晚不提 在選戰28天的時候 提出來大南方計畫 而且涵蓋很廣 包括了南台灣的聚落 交通 產業 觀光 有沒有覺得好像全都包的感覺 大家就想問 會問個有什麼 民進黨執政 完全執政三年多 都快要第四年了 結果現在都不做 結果昨天的時候 拋出來這個 而且以前不是 濁水溪以南比較綠嗎 之前韓市長是說 他從屏東一路北上 他說越支持民進黨的 生活過得越不好 我想跟韓市長報告 其實這幾年支持國民黨的 日子也不太好 都不好 但是他是要強調 高雄南部的那一塊 長期民進黨執政 像高雄縣是33年 高雄市是20年 都是民黨執政 其實我覺得大家在說誰對不起 誰這種扣水戰 其實在選前 這樣聽我是很鬱悶 因為國民兩黨的互罵 對中間選民 沒有黨籍的選民來講的話 這親何以堪 但是觀眾朋友 我們仔細來想想 如果陳菊做得很好 現在高雄市長應該是陳其邁 應該是陳其邁 陳其邁以前就代理過高雄市長 如果菊姐在高雄做得很好的話 我相信去年的交棒不是問題 如同柯文德講的 為什麼會有寒流 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蔡總統執政 所以寒流就跑出來了 那不是說韓國瑜有多好 他也有一定程度遠 他也是因緣際會 因為陳菊跟蔡總統 做得不盡人意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比較希望 在後面的27天 尤其是身為挑戰者的韓市長 不要再跟民進黨對著幹的 譬如說剛剛我們看到畫面裡面 韓市長講那個什麼 蕭雄那個 其實跟他之前講的 兇奴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這個擄掠一番 然後就跑掉 那個東西其實抱怨太多 剛剛佳遠提到說 剩下27天的大選 我們來看這個是去年的畫面 去年的這一場 其實這一張是在 韓國瑜的臉書抓過來的 這一場是最 一開始的第一場在鳳山 最令人感動的一場 為什麼 這是第一場的寒流 在去年的10月26 其實那時候 也沒有任何人看好他 甚至連高雄市的農會派系 他們還準備了100輛遊覽車 怕沒有人 夭壽沒人 去找找事 準備了100輛遊覽車 他第一場寒流 所以沒有唱夜席 夜席是後面才唱的 也沒有骨魚 是因為沒有人以為他會有人 所以連那個演唱也沒準備 很早就賣完 沒有人看好 就是那個feel 對 沒錯 硬硬硬 他們都沒有背掉 可是既然這樣子 聽說那個橋都拆掉了 然後就問那天動員的 遊覽車還進不去 對 免開來 已經開玩了 陷起來 你看這麼多人 所以我為什麼用 10月26這一章來提醒我們 我希望回到的是 那時候的這個感動 就第一場寒流你看 10月26第一場到 投票那天11月24 所以觀眾朋友 你可以很明確看 是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跟現在的feel很像 他那時候是選前29天 我們現在是選前27天 你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寒流竄起來 大選就翻盤了 就如同韓國語講的 當時的民調 做100分都是陳其邁贏 可是寒流一個月的時間 現在竄起來 陳其邁就GG了 所以你看現在是選前27天 1月11要投的總統立位 20天來得及嗎 我跟你講一定來得及 不然你差那兩天三天 既然去年能夠翻得過來 今年一定會贏 為什麼 你說這個 其實是大家很那個 你們蕭雄 匈奴 誰對不起誰 然後呼罵什麼的 那個跟去年的feel不一樣 去年的feel是什麼 是這種feel 是一片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之下 他用愛與包容 他也比較不罵人 然後大家一直怎麼一個 一個凸子 然後站在台上 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串場的歌星什麼 能夠來這麼多人 十幾萬 而且這一場鳳山之後 後面還有山山造勢 都有 每一場都是跟這個一樣 甚至人越來越多 那個feel會起來的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去民調影響 也不要去網軍跟國家機器影響 今年韓國的造勢起來 結果高雄就變了 高雄這麼綠的地方都會變 你知道那個楊秋新出多少 楊秋新出50幾萬 陳吉雲拿99萬 楊秋新拿40幾萬 楊秋新輸了50幾萬 可是最後 韓國瑜贏了15萬 70萬票的這個 其實是35萬票的這個來回 我們除以235票來回 那個占高雄的那個趴數 其實很高 高雄開出來的票 也才100多萬而已 有三次幾萬這樣 代回表示什麼 表示現在選前27天 其實嘉賓跟我的結論 我認為勝負還沒定 只要韓國瑜 回到去年那個feel 重新找回那個感動 不要跟民進黨打 泥巴戰跟烏賊戰 要那種破憤的時候 請游淑慧出 請黃吉澤出 這種事情讓他們去幹就好了 我們已經立正站好 對 你們盡量去破憤 盡量去對罵什麼 那種可以感動溫暖的 讓韓國瑜來 讓張善政來 把去年那個view找回來 我認為會贏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